这个女星红了20年,靠的可绝不仅仅是美貌。 最近,生完二胎的全智贤首次公开两项某活动现场,一身西装加墨镜的装扮看上去气场十足,行走中的表情和撩发的小动作简直就是千送一本人了。 虽然已经生过两个孩子,全智贤的身材气质还是那么好,女神范儿十足。 看过照片的网友们纷纷表示,全智贤不愧为女神级人物,就连岁月都对她格外的优待,未在她身上留下一丝痕迹。 20年过去了,她从当年那个青涩稚嫩的小女生,变成了如今两个孩子的妈妈,但不变的是,她依然美丽,依然很红。 我们看着全智贤,总是感叹多羡慕她那样长得好看的人啊,好像不用怎么努力,就能比我们这些普通人更容易获得成功。 但其实回望全智贤的这一路才发现,幸运绝不会眷顾一个仅有美貌的人。 很多人认识全智贤,是通过01年的那部电影《我的野蛮女友》。 与以往影视剧里温柔可人的女性形象不同,她塑造的宋明熙也蛮霸道,还动不动就对男友拳打脚踢。 这对刚出道的全智贤来说,是机遇,更是挑战。 人们从来没有在大荧幕上见过打起人来这么狠的女生,她泼辣,不讲道理,却也天真的可爱。 岁那年,全智贤红遍了亚洲,她成了万千男性心中的理想女友,全世界都刮起了一股野蛮风。 她也因此获得了被称为韩国奥斯卡的大中奖最佳女主角,这对于楚楚卯卢的新人来说,算得上一个很高的起点。 可是全智贤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,她一遍又一遍地反省。 人生最珍贵的不是拥有梦想,而是在拥有梦想的同时,你也能一直脚踏实地地奋斗下去。 明明可以靠美貌和野蛮女友的标签,轻轻松松把钱赚了,可全智贤偏偏放弃了眼前唾手可得的利益,硬要独辟蹊径折磨自己。 大爆之后,全智贤停工一年去美国学习英,她希望能够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去认清,去思考。 碎的她有着那个年纪难得的清醒,怒放的花儿是可以美到令人驻足,但要想让人对她留恋忘返,就必须延长自己的花期,让自己开得慢一点。 人们常说,命运对每个人并不是绝对公平的,每个人的相貌不同,天资也不同。 可命运对每个人又是公平的,越是具有先天优势的人,就会面对越多的诱惑与诋毁。 似乎是为了回应她的冷静与思考,学成归来后的全智贤经历了很久的事业低谷期。 她一边在镜头前开玩笑称自己看走眼了,一边却依然在尝试着不同的角色与挑战。 她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,自己该努力的方向是什么。 做被公司包装出来的明星很简单,要成为被人们记住的演员就一定要靠自己去培养魔力。 梦想面前,她始终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警惕与敬畏。 她拍一片除菊,为了饰演好画家的角色,特意去学了一段时间的素描,第一次尝试武打戏,为了达到影片小夜刀的动作要求,连劈刹都做不到的她开始健身,还养成了每天早上六点起床跑步的习惯。 影片80%以上的武打戏都靠自己完成,12年,她在夺宝联盟中饰演飞檐走壁的女贼,吊着钢索在天台上奔跑的帅气模样,一点也不输电影中的其他大咖,戏剧上的不断尝试与突破,并没有让她重新回到巅峰,而此时距离她的野蛮女友已经过去11年了。 而一个女演员,又能有几个11年可以耽误呢? 后来,她在事业毫无起色的情况下结婚了,丈夫是银行高管,公公是企业大佬,婆婆还是韩国知名设计师。 人人都以为全智贤走上了女明星的老路,嫁入豪门从此演齐西谷,安心当阔太太。 可是婚后的她依然没有停止自己的演员生涯,多了豪门阔太标签的她从未停止自己努力的步伐。 面对困境是越来越糟,还是会侥幸变好,完全取决于你的努力,以及对大方向的选择。 13年,全智贤带着来自星星的你回归,这部偶像剧的影响力比起当年的野蛮女友有过失而无不及。 她把自己十几年的女神形象全部打碎,又重新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,接地气的千颂一。 星你爆了,千颂一同款服装,同款口红也都一一被带红。 全智贤在一次翻红,那些质疑的声音也在一次浮出水面,电视剧,人们说怕靠偶像剧打赢翻身仗,不过使运气好。 可是时尚哪有什么一页之间的逆袭成功,她只是在每一个阶段,每一次选择,都尽力做到最好。 拍摄蓝色大海的传说时,她刚刚完成偷妇产不到一年,却坚持完成了所有水中减油的戏份。 为了拍好这部戏,她曾连续泡在水中长达五个小时。 做一个努力的人的好处在于,人人见了你都想帮你一把,如果你自己不做出努力的样子,即使人家想拉你,都不知道你的手在那。 同组的前辈说以她今日的名气还能如此努力,真的不容易。 剧组的导演也称赞,在韩国,只有全智贤可以演这个角色。 从野蛮女友宋明希到女神经千宋一,全智贤重新做回了国民女神。 还记得她在心里中被问及保持人气的秘诀是什么,千宋一一副传道不可一世的表情,说着漂亮就行,可是对于剧外的全智贤来说,漂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。 15年,全智贤在电影《暗杀》中挑战艺人分饰两脚,分别出演狙击手安沃允和附加千金美金子。 为了让表演更逼真,她每天端着重打十斤的冲锋枪反复练习,弄得身上遍布于轻。 电影中穿的老式鞋子,更是常常让她的脚指甲被夹掉。 她剪短了自己标志性的长发,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形象,可眼神里的情绪却足够让她惊艳。 在一次采访中,她被问及是否在意自己的形象被筹化,她说自己已经不需要用美貌来证明什么,是时候用演技与实力来说话了。 这样的拳质前够潇洒,也够有底气。 在流量当道的时代下,努力奋斗已经成为鲜肉小花嫩越来越不屑一顾的事情,以仗年轻的身体与美貌在镜头前随便摆几个造型,就说自己拍戏辛苦又敬业。 参加综艺轻松造个人设,在节目上卖惨哭着说自己真的很努力,就有无数粉丝买单。 这世界上确实存在天才和天生励志这回事,可是生活对谁都是一视同仁的。 就算是天生励志的权志贤,也要靠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与打拼,兢兢业业才能走到如今国民女神的位置。 美貌是成功的敲门砖,却绝不是命运的通行证,最后能让你得到肯定的,还是努力。 都说爱哭的孩子有糖吃,但是狼来了的故事不可能重复一辈子。 虽然自我努力与奋斗是一个很苦很难的过程,但是只要点起脚尖,稍稍深腻下手,就能离糖果罐更近一点。 通过自己努力吃到的糖,一定比别人失手的更甜。